下半年的第二个交易日 没有延续之前的强势 今天出现了打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国行本周将就是否加息25个节点开会 所以说市场观望情绪以及套利情绪比较严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是低息的机会呢 还是真的风险来临了呢 今天马国的表现可谓是非常差 所有的行业全部下跌无一幸免 科技股领接马股 如果说你认为雾起来市场赚不到钱 那可能就错了 因为就在我们复盘课程当中学的一些学员 在今天还能赚到7到8个点 操作两只股票赚了7000多块 大概投入是100千 那如何在弱势当中 在下跌的市场依然能够做到上涨的股票 这就是选股的逻辑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将就选股的逻辑来进行详细讲解 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在弱势当中 或者在不受大事影响的前程下 始终能够选到上涨的股票 一定要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 想要报名的同学呢 可以点击我们下方链接 发送你的姓名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